熊孩子拉我电闸 导致我冰箱里价值百万的食材全部被毁 这天我正在家里刷视频 突然家里停电了 我打开门一看是个熊孩子 把我家门口的电闸给拉了 那熊孩子冲我扮了个鬼脸 转身就离开了 看到这一幕我十分生气 这特么的是谁家的熊孩子这么没素质 随即我跟着熊孩子来到了2501的房门口 我生气的敲开了房门 开门的是个尖嘴猴腮的妇女 她上下打量我一番后直接开口怒骂 敲什么桥 你这乡下人来敲我们家的门干什么 敲坏了你能赔得起吗 我一听对方家长这态度火气更大了 用一模一样的语气队回去 嚷什么嚷 牧羊泉 你家是有多穷才会买能够被敲坏的大门 妇女板着脸说道 我家买什么门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家买什么门跟我没什么关系 但是你家生什么儿子跟我有关系 她刚刚无缘无故跑到22楼 把我家的店闸给拉了 你怎么说 屋里那熊孩子还躲在他妈背后做鬼脸 挑衅一样的说道 我就拉我就拉 你能把我怎么样 那泼妇也是一样的嚣张跋扈 那是你家吗 你一个租房子的有什么资格说是你家 我儿子拉的是你家的店闸吗 凭什么说那房子是你的家 你有房产证吗 听到这样的话 我瞬间血压飙升 我强压着火气说道 我是外地人 是租房子住 你就可以让你儿子随便拉我店闸 你就可以随便影响我的生活 随便给我添堵吗 你有没有想过这会造成什么后果 会给别人带去什么麻烦 谁知那女人只高气扬的说道 就是这样 怎么样 你不服滚蛋啊 滚去你们乡下待着去 别来我们魔独啊 我知道跟这种不可理喻的人 说再多都是废话 于是转身离开 正好在电梯口遇到了同楼层的邻居 邻居说道 这家人真的是一点素质都没有 他家熊孩子经常拉我家的电闸 前两天我出门 由于他家熊孩子拉了电闸 导致我冰箱里的牛肉都坏了 找他父母反被骂一顿 他家人就是这德性 忍一忍算了 回到家 我越想越气 难道就这么算了吗 今天我要是不出手给他们一个狠狠的教训 只怕他们会更加的得寸进尺 突然我灵光一闪 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随即我在网上买了三公斤阿尔玛鱼子酱 两公斤白松露 以及金枪鱼等各种世界各种顶级食材放在冰箱里 把冰箱给塞的满满当当 这要是赔起来 足够2501那家人喝上一壶的了 东西布置妥当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取证 随即我在家门口装了个监控 正对着门口的电闸 现在的摄像头基本上都能用手机随时查看 一切准备就绪 我就出门旅游去了 现在就等着2501那家人继续来作死了 而这边2501的使真香正对着他老公杨伟抱怨道 楼下那个刘大壮 就是那个天天窝在家里打游戏的那个死宅男 提起他我就来气 就是我们家淡淡贪玩拉了他的电闸 而且他的房子还是租的 就是个死穷笔 居然还敢来敲砸家的房门 提起他我就来气 算了算了 像那种天天窝在家的穷笔 又不跟人社交 网上可说了 这种人脑子绝对有毛病 他熊是有原因的 咱们别跟他一般见识 免得沾染了一身穷酸气 使真香越想越气 接着他对着自家熊孩子说道 淡淡 你再去把那穷笔的电闸给他拉了 我还偏要他不得安宁 我倒要看看他能拿我怎么办 收到了自家母亲的指示 那熊孩子更加肆无忌惮地跑到我家门口把我的电闸给拉了 而我则在手机里看着这一切 这熊孩子真行了 一会儿看把你家房子卖了够不够赔偿 三天后我回到家打开了冰箱 一股恶臭味扑面而来 虽然提前做好了准备 但也差点吐了出来 接着我便来到了250一门口 敲开门后那坡妇却是白了我一眼不屑地说道 你这想把老上来敲我家房门做什么 要是敲坏了你没个三五千你别想走 我一脸淡定地说道 你家熊孩子拉了我电闸 导致我一冰箱的食物全给毁了 这些账我们要一笔一笔的细算 该是多少钱你就得赔我多少钱 你听说是要他赔钱 使真相顿时就觉得不意外了 看着我的表情也变得非常不屑 说穿了你不就是想挖钱吗 你这种人我见多了 你就直说吧 想要搂我多少钱 和你 你特么也配 我也懒得废话 直接掏出手机报警 看见我直接当面报警 使真相顿时炸了 你特么至于吗 我又没说不赔给你 你不就是想要钱吗 我现在就给你行了吧 使真相说着掏出一千块钱扔了过来 拿去 这是老娘看你可怜给你的 够了吗 我压根没做理会 直接掏出手机报了警 看到我真报了警 使真相又阴阳怪气了起来 乡下人就是乡下人 和我们魔都人的差距 还真不是一点半点 我告诉你 就算叔叔来了 丙多也就是赔点钱 一千块钱都够你这穷表丝 不吃不喝挣半个月的了 还得脸不要脸 看着他那嚣张的样子 我淡定的说道 我那一冰箱的食物 一千块钱怕是不够 使真相的老公也火了 一千块你还嫌不够 那你打算要多少 我悠悠的就到 我告诉你 这个事情少了一百万下不来 使真相夫妇像是看傻子一样 熊孩子经常拉我垫闸 我反手买一百万的鱼子酱 放在冰箱里 不为别的 只为让他家倾家荡产 那熊孩子果然上到 监控视频显示那熊孩子又嘻嘻哈哈的跑到我家 把我家的店闸给拉了 我看着这一切嘴角微微上扬 熊孩子真行啊 一会儿看把你家房子卖了够不够赔的 三天后我回到了家 发现冰箱里价值一百万的食材全部发臭了 接着我来到2501门口 找到熊孩子家长 熊孩子母亲听到 我要他赔偿一百万的时候 直接破口大骂 你说什么 我们家孩子就是拉了你的店闸 你居然让我们赔偿百万 我看你这穷逼就是穷疯了 像条疯狗一样跟着一万叫 报警 报警 就应该让熊熊来把这小逼崽子抓进去采缝刃机 不一会儿 熊熊来到了现场 使真相又第一时间指着我愤慨地进行控诉 熊熊同志 我举报 这里有人敲诈勒索 女士 你别急 先把事情给说清楚 请问是你报的警吗 警官你好 是我报的警 事情是这样子的 他家熊孩子多次拉我垫闸 前两次我还上门理论过 结果得到的只是被骑士辱骂这样的结果 而这一次 下好我有事情出门这两天没回来 等今天回来一看 冰箱里的东西全部都坏掉了 我要求他们家对我进行赔偿 但是在赔偿数字方面达不成共识 索取赔偿适合理的 那你想要索赔多少 说到这里 我都来不及说话 使真相已经又嚷嚷了起来 鼠鼠同志 我已经赔了一钱了 他还不同意 他十字大开口张嘴就要一百万 你说这是不是敲诈勒索 是不是额钱 鼠鼠一听皱着眉头说道 小伙子 索赔应该在河里的范围呢 鼠鼠同志 我没有敲诈勒索 我之所以主张一百万 那是因为我的损失就值一百万 而且我说的是 最少一百万起 这一次就连鼠鼠同志也惊呆了 一脸恶然的表情 你是说 你冰箱里因为停电损坏的东西 价值超过一百万元 所有人都感觉很荒唐 真的是难以置信 接着我说道 就是如此 如果不信的话 大家可以一起去看 另外有必要的话 我可以委托最权威的鉴定机构 来进行鉴定 到时鉴定的结果是多少 那就算多少 这样一来就谁都没话说了 接着我就带着鼠鼠同志来到了家 鼠鼠同志 食物变质的味道不太好闻 你们做好准备 说完 我屏住呼吸将冰箱门打开了 你们看吧 我发现出问题后就没有动过 原模原样 看到冰箱里各种变质的珍贵食材 鼠鼠同志忍不住感叹道 小伙子 你这火石是真好啊 鼠鼠也是第一次看到有人的冰箱居然会这么奢华 接着就到 这些东西到底值多少钱 我也不清楚 看来还真的需要司法鉴定 在冰箱门打开的一刻 跑来看热闹的一个住户忍不住说道 我是搞生鲜的 对这些东西的价格倒是多少了解一些 他指底下两碗鱼子酱说道 这是阿尔玛鱼子酱鱼子酱中的天花板 来自宾威动物 白话鲜鱼的鱼卵 因其鱼卵十分稀有 雇此价格十分昂贵 市场上最低每公斤售价22万元 这里最起码有两公斤以上 这话一出 众人被惊得目瞪口哉 他们知道这些东西很贵 但没有想到会这么贵 听到价格这么昂贵 使真香一家的心已经沉入到了谷底 然而更贵的还在后面 这位做生鲜的住户也是越说越来劲 中间这一格是白松露 市场这种品质的白松露十分稀有 只能在拍卖会上买到 去年有人花100万 也就买了差不多两斤白松露 莫测这些白松露至少价值60万 光是这两样价值都快100万了 所以我认为大壮要求赔偿100万 一点都不过分 这样的结果一出 看热闹的住户们彻底炸了锅 卧槽 这随便一算就奔着100万去了 这一冰箱吃的居然比一套房都贵 住户们满是惊叹的热议 在使真香听来像是魔咒 不可能 怎么可能会有人冰箱里塞了100多万的食材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他两眼一黑 差点就晕了过去 此时他夫妻两人脑海里都只有一个念头 完了 这次真的完了 接着使真香耍起了无赖 你凭什么说是我家孩子拉的店长 你说是救什么 有什么能证明的吗 你家冰箱里的东西坏了凭什么要我们家负责 说完后他又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好好哭着把自己当成是受害者 你们联合起来欺负我们家就算了 居然还要有我们家这么多钱 汤天啊 大地啊 还有王法吗 他这突如其来的反应 叔叔觉得不太美观 于是就到 这位女士有什么事情咱们慢慢说 你也别太激动 这边是好言相劝 但使真香就是不听 我直接就到 你这样可就没有意思了哈 刚刚你还拿出了一千块主动赔偿 现在突然又说跟你们家没有关系 不该你们家赔 那这不是前后矛盾吗 此时的使真香 你们心思的就是不想赔钱 那可是一百多万啊 什么前后矛盾的 他根本就不管了 我那也是被你们逼的 你们天天联合起来欺负我们家 我们还能怎么办 反正你们家停电跟我们家没关系 你爱找谁就找谁陪去 我颇为无奈的说道 你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你儿子拉我电闸可不是一次两次了 之前我还去找你交流过 你那时候可也承认了 不说八道 我儿子什么时候拉过你的电闸 没有的事情我怎么可能会承认 我看你还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你什么时候还跟我交流过 没有就是没有 绝对没有 他说的斩钉截铁 说起晃来眼睛都不眨 叔叔接着说道 小兄弟 你说这电闸是他家熊孩子拉的 那你能证明吗 接着我掏出了手机 叔叔同志 你看这个 这是门口监控 叔叔同志看完监控后 对着使真相说道 这位女士 现在你总该承认了吧 你一个大人 为人父母 不仅不好好教育孩子就算了 居然还反过来 教唆孩子做坏事 这本来就是你的不对 由此引发的后果 自然也就应该你们 熊孩子经常拉我电闸 我反手买一百万的鱼子酱 放在冰箱里 无为别的 只为让他家倾家荡产 那熊孩子母亲使真相 得知因为自家孩子拉了我的电闸 要赔偿一百多万时坐在地上 哭嚎了起来 就算是我们家的责任 可凭什么要赔一百多万 凭什么他说是多少就是多少 我不服气 谁能肯定他冰箱里的东西 真的值这么多钱 怎么证明 我看他就是极度我日子过得好了 趁机讹诈我 叔叔同志 你要还我一个公道啊 从不承认拉电闸 再到不承认冰箱里 这些食材的价值 使真相每退一步都要耍赖一次 叔叔对此也很无奈 看着我说道 小兄弟 你有什么购物凭证之类的吗 虽说价值一百万 但口说无凭 确实没有权威性可言 接着我说道 购物发票我是有的 不过 就这女士的反应来看 大家都应该能猜到 就算我拿出了发票 她也得一口咬定 那是假的 周围的人听到这话 都十分认同 叔叔同志也是深有同感 接着我掏出了发票 递给叔叔同志说道 发票上面有印章 以及订单编号 不相信的可以上网查看 这一冰箱的所有东西 都是我花一百三十万买来的 叔叔查看完发票后 确认没有问题 确实是一百三十万 接着她对着使真相说道 这位女士 大壮先生确实能够证明 她冰箱里的食物就只一百三十万 你还有什么话说吗 听到这话 使真相彻底慌了 她知道此时的自己摊上了大事 家里最值钱的 也就只有那套房子 但那是自己和老公半辈子的心血 绝对不能有半点闪失 随即又耍起了无赖 就算值一百三十万又怎么样 反正我家是没钱赔的 我儿子还小 你们也动不了他 我人就在这里 要钱没有 要命你 我还不信你们敢杀了我不成 鼠鼠同志看着使真相还在耍无赖 接着说道 女士 由于你家孩子损坏大壮先生价值一百三十万的珍贵食材 因数额巨大 现在我们依法对你进行拘捕 请随我们去警局一趟 说着鼠鼠就要动手 使真相见状又哭嚎了起来 大家快来看呢 鼠鼠非礼了 鼠鼠打人了 坏来人呢 苍天啊 大地啊 鼠鼠动手打人了 一堂使真相的丈夫杨伟也跟着吼道 你们在干什么 他们在你们感动我老婆一下试试 鼠鼠同志实在忍无可忍 直接走过去 把他们两人靠了起来带回了警局 而警局内吃了亏的使真相也终于学乖了 他一个进而的朝鼠鼠同志说道 鼠鼠同志我们知道错了 求您给我一次机会 损坏大壮先生价值一百三十万的食材 我们照价赔偿 鉴于他们的态度还算不错 鼠鼠同志也同意了 回到家后 使真相老公杨伟 直接怒骂自家老婆 你这败嫁娘们出的什么馊主意 好端端的指使咱家孩子 去拉人家电闸干什么 现在好了 赔偿一百三十万 咱家房子都得卖掉 这下你开心了吗 使真相则是一脸不以为然的 对着老公说道 老公 你先别急 房子肯定是不可能卖掉的 我虽然说的是三天的时间 但这只是缓冰之计 接着他顿了顿说道 老公要不你把你的眼角膜去卖了 然后再嘎一颗腰子 正好我从网上看到有人高价购买 这样咱家房子也保住了 你看如何 这话一出 杨伟顿时火冒三丈 反手就给他那聪明的老婆一巴掌 此时熊孩子站出来说道 你居然敢打我妈妈 一会儿我去告诉我 隔壁王叔 让我隔壁王叔收拾你 隔壁王叔 可比你厉害多了 听到这话杨伟再也忍不了 反手又给了自家孩子一巴掌 很快时间到了第三天 叔叔同志带着我来到了使真相家门口 叔叔敲了半天都没反应 而里面使真相一家 却还天真的以为 只要他们不开门 装作不在家就会若无其事 这外面的叔叔同志也下达了最后通牒 使真相女士 我知道你就在里面 你这样也是于事无补的 如果你再不开门 我们将破门而入 听到叔叔同志的警告后 使真相终于打开了房门 他打开房门后 直接朝我跪了下来 大壮先生 我们错了 我家孩子不该拉你变杂的 我们真的没钱赔 求你高抬贵手 帮我们一马好不好 我嘴角微微上扬 你刚开始可不是这样的 一口一个穷屌丝 香把老的叫着 怎么现在知道错了 我还是喜欢你之前 记傲不驯的样子 故事的最后 使真相迫于无奈 卖掉了自家的房子 所以每一个熊孩子的背后 都有一个熊家长 如不把孩子 引向正确的道路 吃亏的只有自己 亲戚家熊孩子鬼坏 我价值千万的手办 对方家长却只肯赔偿两百块 这天表叔一家来我家做客 我们正在唠嗑时 突然房间内传来一阵声响 我急忙冲到房间查看 七八个手办摔在地上 有些更是直接摔得稀碎 看到我心爱的手 半摔成这样 我顿时气得浑身发抖 我冲那熊孩子怒吼道 谁让你乱动我东西的 要不是看在这货 是表叔儿子的份上 我非得给他几个大逼兜 那熊孩子见我吼他一脸不顾 趁我不注意 一把将我放满手办的架子 给推倒了 顿时所有手办 全部摔了个稀碎 熊孩子看到这一幕 笑得和不拢嘴 又将地上唯一没有摔碎的迪家 手办捡起来玩耍 我实在忍无可忍 一声怒吼 你他妈有病啊 我这一声怒吼 立刻惊动家里的亲戚 他们立即围了过来 熊孩子母亲见状连忙询问 怎么了这是 熊孩子立马跑到自家母亲身后 开始告状 妈妈 这傻逼骂我 他母亲脸色瞬间阴沉下去 看着我质问道 你骂一个孩子干啥 他乱动东西就算了 还把一屋子的手半全给毁了 我怎么跟他好好说话 他一个小孩子不懂事 跟你闹着玩 你跟他计较什么 你爸妈怎么教你的 熊孩子看到老妈 为自己出头一脸的得意 接着他拿起 我手里价值千万的迪家手办 抬头说道 妈妈 我要这个 好好好 都平淡淡的 接着使真香 带着他儿子准备离开 小胖子得到了心爱的宝贝 笑得合不拢嘴 本就憋着一肚子火气的我 实在是忍不住了 这俩傻逼以为这里是他家 我黑着脸低吼道 东西放下 谁说要给他了 被我一声吼 母子两人还真停下了脚步 使真香一脸不愿看着我训斥道 你吼那么大声干嘛 这是跟长辈说话的态度吗 这么大人了 还玩奥特曼 丢不丢人 让你逼拿去玩怎么了 我指着一地手办愤怒道 把我房间搞成这样 一句道歉都没有 拿我东西经过我允许了吗 谁稀罕你这破玩意啊 这么大的人了还喜欢玩这些 活该没出息 可连你爸还得求人帮你找个好工作 使真香吃笑一声 看着儿子道 蛋蛋 东西还回去 妈妈等会给你买新的 咱们家不差这点钱 小胖子听到要还回去 脸一下就拉了下来 他抓着迪家 手办狠狠扔在地上 价值千万的手办 当场摔成两半 看到这小杂种如此放肆 我心中的怒气 已经是忍无可忍 正当我准备发火时 使真相掏出 两百块钱不懈地说道 不就一个破玩具 至于这么大呼小叫吗 两百块够你买十个了吧 跟我儿子道歉 熊孩子爸爸也跟着附和道 对 道歉 一个破玩具而已 饱得好像我们家 想占你这点便宜一样 小畜生赶紧给我儿子道歉 不然老娘和你没完 他们家现在做KTV生意 做得红红活活 资产高达数百万 一个破玩具自然是不放在眼里 我强忍着火气说道 我这手办价值千万 你们赔着点还想让我道歉 信不信 我报警 听到我的威胁后 使真相夫妻 跟看傻子一样看着我 一个破玩具还特没一千万 你怎么不去抢啊 几年没见 你这小别三越来越无法无天了 今天要不是看在亲戚一场的份上 我非得抽你几个大嘴巴的 没钱的人素质都这样 也挺好 正好以后不来往 省得找咱们家借钱 使真相丈夫扬尾 撇了撇嘴 带着老婆孩子转身离开 我看着这一家子如此嚣张 心想必须给他们狠狠上一课 接着我便来到了警局报案 小伙子 你确定你这东西价值千万 是的 去年同款手半被拍卖到千万天价 全球只有两个 现在市面上还有人在收来着 这个我知道 去年那场拍卖会我还去过 据说这款限量版手办生产的时候 有一处颜色涂错了 事后被集体回收销毁 只有两个流到了市面上 一旁的叔叔补充道 小伙子你再耐心等一下 我先让同事拿去给专家做鉴定 如果确实价值千万 他们这种行为属于故意毁坏财物 情节严重 会判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是个熊孩子摔的 坐牢肯定没戏 赔钱就好了 这个你放心 小孩子的话行事责任可免 但民事责任逃不掉的 不疑会而另一个叔叔 拿着已经被损坏的手办 和一份鉴定书走了过来 专家已经鉴定完毕 你的手办确实价值千万 不过我之前听你说 是亲戚家的孩子弄坏的 这种事你看是私了还是 反正只要能赔我钱 工了私了我随意 好的 那你现在方便跟我们 去找你家亲戚吗 可以 很快我们就来到了 史真香家 叔叔同志率先说道 你好这里是史真香家吗 史真香看到叔叔上门后 也是心中一惊 是的 叔叔同志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的 你们家孩子今天是不是 把这小伙子的手办给摔了 听到我竟然是因为手办被摔了去报警 史真香夫妻忍不住 用看弱智的眼神看向我 随即史真香一脸不屑的说道 我还以为多大一个事呢 你们是一天闲的没事做吗 这种事你们也管 那货东西能值几个钱 我们已经赔了两百给他 还想额上我们不成 这里是我们请专家刚做好的鉴定书 你们过目一下吧 这个手办的价值非常珍贵 两百块的赔偿根本不够 接着叔叔同志就把鉴定书给史真香夫妇看了 史真香一把抓过鉴定书 看了一眼后 他便反手撕碎叫嚣道 神经病吧 一个破手办价值一千万 你们怎么不抢 就那破东西 两百块都了不得了 接着他瞥了一眼 叔叔同志 你们是这小子请来的俭然 还是收了他好处来讹我们 我使某人也认识几个人 想跟我玩脏的 你们最好自己颠 惊起家雄孩子损坏 我价值千万的手办 对方家长还扬言一分钱 也不会赔 你说什么 一个破手办还特么价值一千万 你们怎么不去抢 我看你们这群穷逼就是穷疯了 像条疯狗一样搁着而乱叫 接着他瞥了一眼 叔叔同志 你们是这小子请来的俭然 还是收了他好处来讹我们 我告诉你们 或使某人混迹社会这么多年 什么鸟没见过 想跟我玩脏的 你们最好自己掂量掂量 叔叔同志 听完脸色一沉 直接掏出了自己的证件 道 这位大妈 我再重申一次 我没有跟你们开玩笑 请你们配合我们的工作 你们家孩子恶意毁坏 大壮先生 价值千万的手办 他虽然年纪小 不用承担刑事责任 但你们作为监护人 需要为他的行为负责 看到两人 把证件都掏出来了 使真相 咽了咽口水 说道 不好意思啊 叔叔同志 我 我主要是听到一个玩具 竟然价值一千万有些难以接收这个事实 所以有点怀疑 所以呢 这是你们打算怎么处理 意识到真的大难临头后 使真相铲于笑道 那个 叔叔同志 是这样的 我和小壮是亲戚关系 这属于家事 我等会跟着孩子好好谈谈 你们二位就别管了吧 说完 他走到我跟前 假惺惺的说道 小壮你这孩子也是的 一点小事干嘛还去报警 都是一家人 你弟调皮不懂是你别跟他见识 玩具弄坏了再修好不就得了 接着他又从兜里掏出一千块钱 你这里还有差不多千把块 你先拿着当零花钱吧 明天一再给你把工作的事安排一下 谢谢一个零花钱 我顺手接下这一千块钱 笑着说道 零花钱我收下了 不过亲兄弟明算账 一千万该赔还是得赔 你们赶紧回去筹钱吧 毕竟这也不是什么小数额 你什么意思 使真香的脸色一下就变了 字面意思 少一个字都不行 小畜生 你不要太过了 都是亲戚 一点小事至于做这么绝吗 你们注意点态度 人家是受害者 向你们所赔属于合法维护权益 再说了真把人家当亲戚 你们欺负人家做啥 叔叔这一句话问的使真香夫妻 两人哑口无言 接着使真香不屑地说道 什么欺负不欺负的 不就是小孩子发脾气 摔了他一个玩具吗 真的那么值钱 他为什么不好好收起来 这不是故意害人吗 我听到这话 也懒得和他们多费口水 反正通知 我也通知完了 麻烦你们尽快回去准备钱 明天我就会去法院正式起诉 如果超过一定时间内 你们不能还钱的话 我会向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 反正已经立案了 要是不还钱 那就跟法院的工作人员折腾去 使真香气的直哆嗦 冲我大吼大叫道 你个畜生给我站住 谁允许你走了 把刚刚给你的钱还我 我顿时被逗乐了 刚刚是你自己说给我零花钱的 这属于长辈赠于晚辈的钱财 而且数额不大 你没有权利要回 要是有意见的话 你可以和两位鼠鼠提 使真香差点没气炸 他看向鼠鼠问道 鼠鼠同志 是这样的吗 是的 鼠鼠同志 简单回答两个字后 便转身离开 使真香回到房间后 那熊孩子走上来哭喊道 妈妈 你怎么让他走了 他欺负我了 气急败坏的使真香 反手就给了自己儿子一个大逼兜 那熊孩子被一巴掌打得嗷嗷大哭 全怪你这个败夹子 你吃饱了没事摔人家东西做什么 现在要赔这么多钱 我跟你爸上马弄钱去 行了 跟孩子撒什么气 都是那小畜生故意害咱们家 先跟他爸妈联系吧 使真香的丈夫杨伟 毕竟在外面做生意的 这个时候还在想办法解决这个事 使真香也像是抓到救命稻草一般 对对对 找他爸妈 咱们都是亲戚 他们敢这么整咱们家 以后就别做人了 随即他们就来到了我爸妈家 大壮他爸 但但今年才11岁 他还是个孩子 不小心弄坏一个东西 至于这么对待他 别人都说亲戚要互相帮助 你不帮忙没关系 又何苦把我们往死路上逼 我们夫妻算是求你的行不行 让你儿子高抬贵手放我们家一马 难道真要逼到我们一家人 活不下去跳楼自杀 你们才满意 这时候我刚好过来看爸妈 看到眼前这一幕 我十分生气 使真香这一家 求不来我的谅解 竟然上门打扰我父母 我刚准备开口 那使真香率先说道 小壮回来了呀 要不咱们大家一起去外面聚一聚 爷 有时间请我吃饭你 不如想办法去筹钱 我摆了白手 这鸿门宴我吃不起 看到我开口闭口就是钱 使真香一家子差点没气死 使真香强忍着火气说道 小壮啊 我承认那天在你家 我态度确实有些不好 我跟你道歉 你逼他不懂事 我昨天给他狠狠打了一顿 相信他以后也不会犯这种错了 说到底还是一家人 打断骨头连着筋 你又何必把我们一家人赶尽杀绝呢 我们家就算是卖肾 也凑不出这一千万来啊 那你们为啥把我一千万的东西摔了 我 我们不知道啊 意思是 你们知道是便宜货就可以随便摔了呗 无非觉得后果可以承担 现在觉得承担不起了 就开始掉眼泪 装可怜了是吧 那使真香彻底忍不住了 他感觉自己的自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我都跟你道歉了 你到底还要怎么样 不把我们家逼死你就不满意是吧 我都懒得搭理这神经病女人 这使使真香的丈夫杨伟开口道 十万块 我最多赔你十万块 这件事到此为止 再这么搞下去 大家都别想好过 大不了鱼死网破 你回头把这话跟法院说去 想让我退一步 门都没有 我告诉你们一千万的赔偿金 少一个字都不行 使真香一家 听到我这么说顿时炸毛了 小畜生你不要给脸不要脸 我告诉你 你别说一千万了 就是一分钱你也别特么想得到 老娘有的是办法对付你 给脸不要脸的狗东西 说完后他们头也不回 亲戚家雄孩子损坏 我价值千万的手办 对方家长非但一分钱不赔 还找人将我报答一顿 小畜生你不要给脸不要脸 我告诉你 你别说一千万了 就是一分钱你也别特么想得到 老娘有的是办法对付你 使真香的丈夫杨伟也跟着说道 大壮表叔最后劝你一次 做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明天你如果不把案子扯了 叔可不敢保证你会发生什么事情 说完后他们头也不回的离开了 回到家后使真香越想越气 这小畜生太他妈的气人了 简直不把我们长辈放在眼里 随即他把目光转向自己丈夫杨伟 你给强子发个消息 让他过来一趟 不一会儿一个一脸凶向的男人走了进来 急急忙忙叫我过来是有啥事 最近遇到了个麻烦 需要你帮哥一把 麻烦啥麻烦 就我家有个傻逼亲戚 使真香将事情来龙去脉 解释了一遍后 何大强听着就脑门子冒火道 这人脑子有问题吧 哥你放心 这人交给我了 我保管他 不敢再问你们要一分钱 好不过你注意点分寸 别把事情闹打了 现在社会不比咱们年轻的时候了 走在街上都是提着道的 放心 这种小傻逼吓唬吓唬 他就腿软了 何大强吃笑一声 摆了摆手道 哥你把他家住址 照片这些都发我 三天之内保证 让他来你家跪着道歉 行 那就谢谢兄弟了 第二天 我正在抖音看黑丝 突然一阵 敲门声响起 我正在犹豫时 敲门声变成了吹门声 我心想谁这么没礼貌 于是打开了门 只见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 恶狠狠地盯着我 下一秒 他就上来 将我暴打一顿 打完后 他又掏出了刀子 凶神恶煞地看着我 好汉不吃眼前亏 我赶紧举起 双手喊道 哥 别乱来 有啥是好商量 好商量 现在知道 好商量了 和大强用刀 指着我脸色凶狠道 你昨天不是挺横的吗 没有没有 我开玩笑呢 随即我灵光一闪说道 你是要抢劫 没事 我给你钱 就是了 说完 我就将口袋里的钱 拿了出来 小心翼翼递过去 看到我掏出了一叠厚厚的钞票 何大强眼中闪过一丝贪婪 只是想到今天的任务 他没有伸手拿钱 而是继续说道 知道你最近得罪什么人了吗 我没得罪人呢 我跟人相处都是很和气的 别他妈花言巧语 最近干了啥 你心里有数 今天过来就是给你一个警告 想玩死你 很简单 别给脸不要脸 何大强冷声威胁道 我恍然大悟 是表叔家那事吧 我跟表叔闹着玩呢 一家人吵吵架啥的很正常 这样吧 大哥你帮我给表叔带个话 说之前的事是我不对 这钱就当是我的一点补偿 晚点我会去把案子给撤了 大哥你看成步 看到我迅速认怂 何大强倒是没想那么多 他接过钱后 直接塞进口袋里 转身离开 我回到屋内反手 拨通了叔叔同志电话 唯 叔叔同志 我是沙雕庭园九号楼 三楼三零一住户 我被人抢劫了 我要报警 很快叔叔同志就来到了现场 来的还是上次的两个叔叔 咋了小伙子 你说有人抢劫 是的叔叔 表叔家损坏 我东西非但不赔钱还叫人上门打劫我 随即我把事情全部告诉了叔叔同志 接着我又拿出了手机 叔叔同志 我这里还有监控视频为证 看到监控视频后 叔叔也是为之一阵 接着我们就来到了表叔家 而这边何大强正在向史真香夫妇汇报战国 突然一阵消门声响起 史真香夫妇开门后 看到是叔叔同志后连忙心虚的问道 叔叔同志有什么事情吗 我们接到大壮先生的报案 他今天上午被人抢劫 我们调查监控发现凶手现在在你家 请配合我们调查 史真香夫妇一听抢劫顿时慌了 叔叔同志我们不值啊 你们让开 我们进去一搜便知 叔叔同志进来后 就看到何大强坐在沙发上 你好我们接到大壮先生的报案 你涉及迟刀抢劫 危害他人生命财产安全 请跟我们回局里接受调查 此时的何大强已经被吓破了胆 支支吾吾说不出半个字 愣了好一会儿他才解释道 不是我是他们 是他们指示我这么干的 是他们要我去恐吓那小子的 你们也一起去警局接受调查 故事的最后史真香夫妇 因教唆他人犯罪 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 八年零六个月 而何大强犯故意伤害他人罪 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二十五年 史真香家所有资产 全部被法院强制拍卖还清了 我价值千万的手办 至于那熊孩子听说 也被关进了儿童福利院 熊孩子弄坏 我儿子毒球 还骂我儿子是穷逼 我儿子怒山起一巴掌 对方家长讹诈我数十万医疗费 却不知你家熊孩子弄坏的是 梅西亲笔签名款足球 价值百万 这天我在家刷抖音的时候 突然手机响了起来 是我儿子班主任打来的 东东爸爸你儿子打人了 你赶紧败十万现金过来 给对方家长跪下道歉 我心里那问东东是个老实的孩子 向来乖巧听话 怎么可能会动手打人呢 而且对方张嘴就要十万 还要我下跪 怀揣着一祸 我匆忙赶往学校 我刚到门口就听到了 东东揪心的哭泣 与女人犀利的指责声 你的手像狗爪子一样 又脏又臭 把我家皮蛋抓得破皮流血 我家皮蛋要去打狂犬疫苗的 对对不起 但我没有主动抓皮蛋 是他先抢我足球 住口 你竟然还敢狡辩 你一身的穷戏 我家皮蛋抢你东西 还嫌脏了手 我大步跑进办公室 只见那女人 正毫不客气的 对我儿子出口成脏 你这小孩真是有爹生没爹养 没点叫养的狗东西 听到这话 我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 你说谁有爹生没爹养 你无端指责 一个孩子 你有点素质吗 那女人斜着眼 上下打量着我 不懈的说道 你和你儿子穿的低摊货加起来 也就两百块不到吧 对付没教养的穷孩子 我还就没素质了 其实我身家早已过亿 但我是白手起家的 深知赚钱的艰辛 因此勤俭节约习惯了 可这却成了穷的代表 被人嫌弃 这女人太过狗眼看人逼 我无语到极致 我没再理会女人 扭头看向老师 宋老师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说我孩子打人了 但分明我孩子也受了伤 只见那老师懒洋洋的陈述道 东东抢皮蛋的文具 皮蛋不给 东东就挠伤了皮蛋的脸 皮蛋又不是傻子 他肯定给反抗 所以东东被打的脸上也有疤痕 我儿子健壮 十分急切地解释着 不 不是这样的 我没有抢皮蛋的玩具 是皮蛋主动招惹我 他抢我的足球 我不给 他就打我 还骂我 说我是穷逼 小家子亲 话还没说完呢 老师就瞪了一眼我儿子 说谎可不是好孩子啊 我没有说谎 我低头看着儿子说道 好孩子 爸爸相信你 我叫你过来 不是让你们上演父子情深的 我儿子的脸 被你儿子抓花破相了 你就说该怎么办吧 我仔细看向东东 自家儿子脸上全是泪水 以及指甲刮痕 在他眼瞼下方 甚至还看到有鲜血破皮而出 再看皮蛋 他的脸上 仅仅只有一小道浅浅的脑痕 我怒急返校 两个小孩互殴 分明我孩子伤得更重 你竟然还有脸 问我该怎么办 皮蛋妈妈 却十分不屑地说道 人和畜生的一样吗 皮蛋他爸可是大公司高管 我儿子将来是要去美国赌偿青藤的 他是人中龙凤 哪怕是受了一点伤 那也是天大的罪过 至于你儿子嘛 穷酸家庭出身 就像是流浪狗 哪怕是死了 那也不过是几万块私了的事 我听完勃然大怒 他儿子是龙凤 我儿子是狗 你再诋毁 我儿子一句试试 再说一句 别怪我 一拳打烂你的嘴 一旁的宋老师 嚼出气氛不对 赶忙打着圆场 好了 其实也就是孩子不懂事故哦 这问题也不大 但主要是东东先出手打皮蛋 错在东东 而皮蛋妈妈是精英家庭 也不会和你们这些草根过于计较 所以东东爸 你和东东一起向皮蛋鞠躬道个歉 这事就算了 我接受道歉 但你们父子必须跪下来 向我儿子磕三个想投道歉 不然我就带着我儿子去医院验伤 委托最好的律师起诉你儿子 向你们追责 把你儿子送进少年饭馆教所 我儿子满脸伤疤 却还要向没怎么受伤的人下跪 真是跪尼马 就在我即将要抱粗口时 皮蛋冲过来 一下将我儿子推倒在地上 然后扑上去 拿着削笔刀 重重地捅在我儿子脑袋上 啊 好痛 瞬间 整个办公室爆发出我儿子 撕心裂肺的痛苦叫声 我剑撞一把 将儿子护在身后 但我儿子的头还是被捅伤 鲜血流了出来 我冲那小B仔子吼道 你刚才在干什么 你想死是吗 那皮蛋还得意的 扬了扬眉毛 快速躲进他妈妈身后 妈妈 这个穷逼吼我 皮蛋妈妈十分互犊 她一脸鄙夷的瞧着我 你吼我儿子干什么 你儿子摔倒了 关我儿子什么事 你是不是不想道歉 所以想借口喷人转移视线 你可真是有心机 我扭头 看向一旁的老师 老师 刚才你应该看见了 皮蛋推倒我儿子 并拿削笔刀 扎我儿子 谁知那老师摇了摇头 没看见 我刚才在低头整理课件 我觉得是你儿子 不小心摔倒流血的 简直信口雌黄 我对皮蛋妈妈咬牙切齿道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儿子立刻 马上向我儿子下跪道歉 否则我会请律师送你们 进去采缝纫机 皮蛋妈妈 甩了甩自己的爱马仕 不屑的说道 还请律师 你请得起吗 你在本市连套房都没有 听说你们一家还在啃老 祖孙三代一起住 你真是一点都不掂量自己的身份 我告诉你吧 我今天背的这个包 你们一家得不吃不喝 努力工作两百年 还买得起 畜生和人是不能比的 那是难以跨越的阶层鸿沟 我又怒又无语 我在本市确实没房子 但我在北京有十栋楼 这导致我名下的购房名额一满 没法在上海买新房子 至于祖孙三代住在一起 是因为我和我老婆平时工作繁忙 孩子爷爷奶奶是退休老师 能够更好的教导孩子 为了不负养出败家儿子 我这才骗儿子 说爸爸是快递员 妈妈没工作 却没想到 这成了皮蛋妈妈 看不起我的理由 这是我的眼神 不自觉撇到他背的爱马仕 喜马拉雅包上 这个包不就是我帮老婆花 两百六十万买来 送给他客户的吗 现如今 这款包怎么落到这婆妇手里 我心中犯起疑惑 准备回家 问下老婆 皮蛋妈妈见我不说话 更是得意叫嚣着 别说你儿子摔倒流血 不是我家皮蛋弄的 就算真是他弄的 哪怕是把你家孩子 推下楼摔死了 大不了赔点钱了事 我们花钱请最好的律师 也不会坐牢 一旁的老师也附和道 东东拉 你爸爸眼瞎 认为是皮蛋推倒你的 但你可不能不说话 不解释啊 你别装这种可怜兮兮的模样 这是不诚实的表现 我不喜欢不诚实的孩子 我不愿再与这两人多说废话 直言道 既然你们都睁眼说瞎话 那我要求查监控 皮蛋妈妈像是看傻子一样说道 你真是越来越搞笑了 一小是贵族学校 学校里好几千个学生 如果稍微发声点口角 就要查监控 那你让老师就不要教学了 就把精力放在天天帮家长 查监控上面算了 宋老师也点着头附和 学校有硬性规定 如果查监控 是需要教育局批准的 这两人像是穿了一条裤子的蚂蚱 一唱一和的 摆明不让看监控 我气急 带着东东转身离开 打完我儿子就这么走了 我告诉你 没这么便宜的事 今天你们父子必须跪下来向我儿子 喝三个想投道歉 要么你儿子就等着收律师寒进 熊孩子弄怪 我儿子独球 还骂我儿子是穷逼 我儿子怒删起一巴掌 对方家长 讹诈我数十万医疗费 却不知你家熊孩子弄坏的事 没吸亲笔签名款足球 价值百万 打完我儿子就这么走了 我告诉你 没这么便宜的事 今天你们父子必须跪下来向我儿子 磕三个想投道歉 要么你儿子就等着收律师寒进少管所吧 我回头瞪了那托夫 一眼不屑的说道 你儿子踩坏 我儿子价值百万的足球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还想让我给你跪下来道歉 谁给谁道歉还不一定呢 一个破足球还特么一百万 我看你这穷逼 怕是想钱想封了搁这儿说胡话呢 老娘告诉你 你今天要是不给我儿子跪下磕头 到时候我让你家陪得倾家荡产 我老公可是上市公司高管 我没有打理 这泼妇转身离开 还让我下跪 到时候看把你家房子卖了 够不够陪我儿子足球 离开学校后 我带着东东去医院包扎 看着满脸伤痕的孩子 我内心剧痛无比 这是没完 我必须得让皮蛋付出代价 回到家 我突然想起来 今天皮蛋母亲背的那个两百多万的包 就是自己买的 于是问老婆 老婆 你还记得让我挑的那款爱马仕包包 送给你客户的事情吗 老婆想了想说道 是有这么回事 那个包 我让公司新招的商务总监 皮球负责送出去的 接着我来到办公室查阅了皮球的资料 果然就是那泼妇的丈夫 我内心狂喜 皮蛋爸爸在我公司上班 但他把本该送给客户的定制款爱马仕包包 送给了自己的老婆 他挪用公务 那么送给客户的必然是假的包 他这是犯罪 我嘴角浮现一丝微笑 皮蛋一家马上就要受到惩罚了 于是我决定先收集证据 然后再来个瓮中捉鞭 第二天我又接到了我儿子班主任电话 东东他爸 昨天你儿子在学校打架的事情 对学校造成不良印象 我们决定将他开除处理 你赶紧过来一趟 我刚进办公室班主任就开口道 皮蛋家长要求你赔偿十万并跪下道歉 还肯原谅你家东东 否则我们只能根据校方规矩 开除你儿子并走法律程序进行追责 我文言直接掏出手机给校长发去了短信 不一会儿校长出现在宋老师的办公室中 龚校长我儿子被打破相了 您说该怎么处理 龚校长不动神色的偏离开皮蛋妈妈 这是最开始是怎么样的 宋老师以为龚校长是皮蛋妈妈叫来的 敢忙到 这个东东很皮 他主动殴打皮蛋 对方家长还拒不道歉 他不配成为我们一小的学生 校长我建议把他开除学籍处理 把他开除学籍还不够 我还要他跪下来向我儿子道歉 并且原价赔偿 我儿子十万精神损失费 行 但做事我们得讲究凭证 宋老师 你说是东东主动殴打皮蛋的对吧 那我们现在查看监控来定东东的罪 宋老师一听脸色大变 调监控需要教育局批准 流程也比较繁琐 而且东东打皮蛋的事情 可是我亲眼看到的 我可以作证 您每天都很忙 实在实在没必要 亲自调探监控吧 当然有必要 校长的脸色铁青 很快我们来到监控室 一切都像东东说的那样 全都是皮蛋主动招惹东东 而且还是皮蛋先动的手 监控视频结束后 宋老师已是满头大汗 他苍白着脸 我看错了 没想到竟然是皮蛋先动手殴打的东东 校长审视着宋老师 这种事都能看错 宋老师 你眼睛不太好 你这种眼睛可能也看不清黑白 我看你也就没必要再教课了 就算是皮蛋先打东东 那又怎么样 要知道我儿子受伤了 皮蛋妈妈冷哼一声 丝毫不知悔改 这次有监控就便宜你了 不然十万的赔偿费是少不了你的 拱校长深深的看了眼皮蛋妈妈 皮蛋这孩子太过顽劣 不仅殴打同学 而且还撒谎侮辱同学 我们一小不欢迎他 所以他也被开除处理 皮蛋妈妈的脸也跟着白如直 反应过来后 他苦苦哀求道 一小是全市最好的小学 我花了很大劲才把孩子送进来的 校长 求你通融通融 让我儿子继续在这里读下去吧 不好意思 学校不允许这种 寻衅殴打人的学生出现 除非 你能得到东东爸爸的谅解 皮蛋妈妈立马望向我 我向你道歉 你向校长求求情 让我儿子继续留在这里行不行 我学着他之前的样子 不懈地说 不行 还有你家孩子 踩坏我儿子价值百万的读球 我已经起诉你们了 你们等着卖房 熊孩子弄坏 我儿子独球 还骂我儿子是穷逼 我儿子怒山 骑一巴掌 对方家长 讹诈我数十万医疗费 却不知你家熊孩子弄坏的事 没吸亲笔签名款足球 价值百万 这天我正在家 给星火动画点赞 突然敲门声响起 我打开门外面 竟是熊孩子的父母 皮蛋爸爸率先开口 我儿子在学校 才怪你孩子独球 我们是来道歉的 我本想拒绝他们 但看皮蛋爸爸模样诚恳辩道 你先说说看吧 皮蛋爸爸还没开口皮蛋就说道 某某 你说的真对 穷人真的有穷酸气 这屋子里我闻着觉得好酸臭哦 听到这话 我脸色瞬间暗沉 家里有一箱 从泰国空运来的正宗猫山榴莲 被他说成是穷酸气 看来这个熊孩子 还是没有受到该有的教训 正在我生气时 突然一砸钱扔在地上 皮蛋妈妈白了我一眼说道 你这穷逼不就是想要钱吗 诺 给你 皮蛋爸爸居高临下地笑了笑 你好 今天我们过来是来私了的 这袋子里是十万块现金 皮蛋这个事情 你看能不能私了 好让皮蛋重新回到一小上学 我冷笑道 私了也可以 十万当我儿子医疗费 然后再赔偿我儿子 那个价值百万的足球 并让皮蛋给东东下跪认个错 这事情就这么算了 皮蛋爸爸一听 瞬间变了脸 要我儿子下跪并且赔偿百万 你这有点过分了吧 我瞥了眼皮蛋 不过分呀 之前皮蛋妈妈 污蔑东东的时候 就让东东给皮蛋磕头认错来着 一旁的皮蛋都起嘴 那能一样吗 东东那下见的命 跟我这尽贵的命能比吗 我家可是精英阶层 未来一定是远远凌驾于东东之上的 东东给我磕头 那是理所应当 总不能我这个未来的长青藤之子 给东东这个穷比磕头吧 皮蛋爸爸笑着朝自家儿子说道 蛋蛋不要乱说话 皮蛋一脸不服气 爸爸我没说错呀 妈妈在家是这么跟我说的 我一旁的儿子看不下去了说道 我不想和有暴力倾向 和满口谎言的人做同学 这十万块我不要 我不接受私了 给脸不要脸的东西 皮蛋妈妈突然猛的一巴掌 扇在了东东脸上 东东才不过六岁 她被这一巴掌鼻血都打出来了 你他妈在干什么 想死是吗 本来就是我家皮蛋吃了亏 我家皮蛋说 今天被东东踹了好多脚 结果现在我们拎着十万块上门私了 你们还不愿意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你们就是贱就是欠打 你他妈一个大人 竟然对一个小孩出手 你干嘛呀 别耍小脾气 咱们是来和解私了的 一旁的皮蛋爸爸 也假仁假意的劝皮蛋妈妈 没想到皮蛋妈妈更加嚣张 我早就想打他们了 他们害得东东没上一小 不能结识贵族人家 这种人我打死也不为过 皮蛋爸爸望向我 对不起 我媳妇脾气比较急 他没忍住 但是他确实忍不住 希望你们慎重考虑 毕竟十万块 够你风吹日晒 挣好几年了 听到这话 我实在忍无可忍 你们给我滚出去 我不接受你所谓的私了 不接受也得接受 小混崽子 你们就是贱就是欠打 皮蛋爸爸也开始变怜 随即他们二人 一拥而上将我暴打一顿 由于重镜太大 很快邻居们都纷纷围了过来 看到邻居们到来 皮蛋爸妈才停止动作 但却毫无认错之色 随即我便掏出电话报警 并通知了我公司总经理过来一趟 这时好心的邻居们询问我 发生什么事情了 东东同学上门打人 你怎么能打人呢 皮蛋爸爸大概也觉得 有些丢人便解着 小孩之间闹矛盾 大人没忍住吵了起来 那也不能出手打人呀 东东家先动手的 皮蛋妈妈想也不想便说道 东东爸爸先动手打我家孩子 我还手打了他家东东 所以两家才打起来的 听到这话我怒不可遏 睁眼说瞎话 我说的都是真话 哪怕鼠鼠来了 我也是这么说 就是你先动的手 你们家这穷酸样 估计也装不起监控 你在这里说谎辩解 我现在也没法揭穿你 皮蛋妈妈不断抹黑我 皮蛋爸爸也开始向周围邻居解释 企图占据道德至高点 他们家东东和我们家皮蛋发生矛盾 我们上门和和气气的 想要大事化小小事化养 结果东东爸爸气不过竟然先出手 打了我家皮蛋 不对呀 我看东东平时挺老实的呀 这种事也说不准 有些孩子看起来老实 但是一肚子坏水呢 皮蛋妈妈继续狡辩 东东嫁比较穷 想要讹诈我们十万块钱 我们也大人大量不和他们计较 只求孩子能够和和气气在学校上学 毕竟孩子都在一所学校 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没想到东东爸爸要我们家皮蛋 给他们家东东磕头道歉 还当着我们的面 先出手打了我们家孩子 人心都是肉掌的 我们做父母的 最见不得孩子受欺负 哎 可能是太穷了吧 听说东东爸爸一年辛辛苦苦 也挣不了几个钱 人到了穷途末路 难免就会想一些歪门邪道 邻居们议论纷纷 很快鼠鼠同志就来到了现场 皮蛋爸爸一脸诚恳的对警察说道 鼠鼠同志 你可看清楚了 是东东家先对我们进行讹诈 地上的十万块钱就是我们带来的 这可是实打实的证据 要是严肃追究起来 是可以构成敲诈勒索队 是呀是呀 东东家不仅敲诈勒索我们 还要求我家孩子给他家孩子下跪 而且还先出手打了我家孩子 皮蛋妈妈在一旁添油加醋 我气愤无比 没想到皮蛋一家人竟然这 熊孩子才怪我儿子价值百万的梅西 亲笔签名款足球 对方家长非但不赔偿 还上门将我暴打一顿 鼠鼠同志上门后 他们竟然诬陷我 讹诈他百万存款 鼠鼠同志 这穷逼一个破足球 竟然要求我赔偿他家百万 他这穷逼就是穷疯了 跟条疯狗一样 带水咬谁 他见我们不愿意后 便动手打我儿子 我们为了保护儿子 这才迫不得已和他动手的 我又怒又无语 我手里已经下载 好了监控视频 一会看你们如何收藏 这样吧 口说无凭 你们跟我去警局一趟 做一下笔录 熟是熟非 我们会仔细调查 在警局 皮蛋家仍然坚持抹黑我们 鼠鼠同志 你们可以仔细调查呀 是东东家长先动手 打了我们家皮蛋 我们做父母的看不下去 才迫不得已还手的 皮蛋妈妈一脸委屈的 向警察诉说 还手之后 东东爸爸要拿凳子 砸我家老公 我老公那可是正当防卫 好特么 一个正当防卫 随即我掏出手机 鼠鼠同志 辛苦您看下这个监控 看到我手里的监控视频 皮蛋妈妈一脸震惊 你们这穷鬼家庭 竟然装得起监控 看完监控后 鼠鼠已经是义愤填膺 皱着眉头 审视皮蛋妈妈 你们属于严重的入室殴打 现在证据确凿 根据目前的情形 警方要对你们进行刑事拘留 皮蛋妈妈慌了 她不断辩解 是东东在学校打了我们家孩子 我们做父母的也是护子心切 鼠鼠同志 你要酌情谅解我们 鼠鼠同志 我这里还有监控视频 是孩子们在学校 发生矛盾的记录 视频里面 都是他们家皮蛋 先打的我们家东东 我又把提前准备的监控视频 给鼠鼠看 鼠鼠看到后也很是震惊 这孩子竟然拿小笔刀 朝着他同学脑袋死命的戳 这孩子小小年纪就如此狠毒 如果不好好教育 长大肯定是要犯罪的 最终皮蛋一家子被拘留处理 拘留之前 皮蛋爸爸对我说道 东东爸爸 这是事我不对 如果你们家能够谅解 我可以多赔你20万的补偿金 我直接道 我不稀罕 我只想要你们牢底坐穿 皮蛋爸爸面上有些挂不住 你可想清楚了 这是20万 你只是个快递员 不吃不喝得挣10年的 我不稀罕 东东爸爸 你别敬酒不吃吃法酒 你可能不知道我是做什么的 我是上市公司高管 我认识很多朋友 拥有很多人脉 皮蛋爸爸的语气变得严肃 夹杂着一丝威胁 我朋友开了新媒体公司 如果我和皮蛋妈妈都被刑事拘留 那么我朋友会把这次事情的视频素材 和文字剪切加工拼凑之后 发在网上抹黑你儿子 到时候全网都是你儿子在学校打人的事情 我们再买一些热搜 进行推广 到时候你儿子会被网爆的不敢出门 不敢上学 这耽误了你儿子的学业 可不怪我 最后我劝你一句 别拿孩子的前途开玩笑 我笑的满不在乎 你赶快让你朋友网爆吧 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 皮蛋爸爸听到我这么说 顿时怒不可乐 你可能没见识过网络的力量 我只要和朋友打个电话 全网络铺天盖地都是辱骂你儿子的信息 皮球 平时也没看出来 你有新媒体推广的天赋呀 这时一个声音突然传来 皮蛋爸爸浑身一颤 唐 唐总 您怎么来了 唐总是我公司的副总裁 分管商务和运营 是皮蛋爸爸的直系领导 我怎么来了 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唐总历声训斥 难道是因为东东爸爸的事情 皮蛋爸爸脸色难堪地看了我一眼 这就不可能吧 皮球啊皮球 你好大的脸 董事长的儿子 你都敢打 东东是 是董事长的儿子 这绝对不可能 旋即 他把目光转向唐总 唐总 您是不是搞错了 我调查过 东东爸爸只是个快递员 狗眼看人低 东东爸爸开了电商公司和物流公司 为了不让孩子成败 家父二代 才低调地在入学资料 把工作写成了快递员 皮蛋满脸羞愤地低下头 突然他双膝下跪 董事长 我错了 求您原谅我吧 我看着他这样子冷笑道 刚才替我儿子的时候 不是挺威风的吗 一脚就把小孩踹飞出去了 我觉得老唐当时 就不该招你做商务总监 应该招你做贴身保镖的 董事长 我错了 希望您给我一个 改过自新的机会 泪水瞬间涌上了皮球的脸 他不断道歉 接着像狗一样 赶忙爬到我儿子跟前 东东 是我不好 是我狗眼看人逼 希望您大人大量 能够原谅我们 皮球 你怎么了 怎么给东东再磕头 皮蛋妈妈 刚从审讯室出来 她看到这一幕 慌忙到 他不谅解我们就算了 我们没必要向那见人下跪啊 一小不能进 咱孩子能去二小上学 到时候让你朋友 好好网抱他家 让东东不得安宁 最好把东东网抱死 住口 皮球反手 给自己老婆来上一巴掌 你不打东东 竟然敢打我 你是疯了吗 别再说了 皮球的声音 愤怒又恐惧 东东 东东他爸爸是我老板 是 是你老板 皮蛋妈妈过了好一会 才反应过来 难道是 是大壮 壮总 一旁的唐总开口道 哦 皮球 还有个事儿 上次让你送给客户的 那个爱马仕喜马拉雅包 客户反应是假的 我怀疑你 挪用公务给你老婆 现在我已经让公司法务 把证据都移交给了警察 皮蛋妈妈脸色惨白 一下子摊倒在地上 此刻他整个人高傲的形象完全崩塌 他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 东东爸爸 是我不好 都是我的错 希望你能原谅我 对不起 我实在没办法原谅打小孩的大人 你们在狱中好好反思吧 我带着东东转身离去 最终 皮蛋妈妈因寻衅滋事被拘留六个月 皮蛋爸爸因殴打他人及小孩 再加上贪污被判牢欲十年 皮蛋也因未得到谅解 也被学校开除 由于他们无力偿还我儿子百万足球 最终房子被强制拍卖 刚好用来赔偿我儿子足球 而皮蛋被学校开除 独家可归最终被安排在儿童福利院 六个月后皮蛋的妈妈出狱了 但整件事情对他的冲击太大 导致他精神出现了问题 整个人变得疯疯癫癫 没有工作单位肯要 每天依靠捡垃圾和乞讨为生 熊孩子刮我爱车 我反手花九千万买辆蓝婆基尼毒药等他刮 只为让他家卖房赔偿 这天我准备开车出门 走到车位上 却发现我前两天刚买的爱车被划得面目全非 车身从前到后被人用铁片划了整整一圈 划痕又长又深 已经伤到了底气 看到爱车被划成这样 我一股怒血直冲脑门 这特么到底谁干的 随即我便来到保安室查看监控 画面里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 拿着水果刀绕着我的车身划了一圈又一圈 看到这里我整个人炸了 欺人太甚啊这是 随即我就把监控视频保存下来当证据 保安却告诉我 这个小男孩是三栋三百零一的住户 名字好像叫小哲 干这种事不是第一次了 物业这边三天两头能接到业主的投诉 只是投诉归投诉 他们那家人不太好惹 特别是小哲的奶奶 所以最后大多是不了了之 业主只能吃个哑巴亏 这一家子真没办法叫真 赔偿要不到 没准还惹了一身骚 不值当的 听到这话我火气更大了 我的爱车被划难道就这么算了 打电话 让孩子家长带着熊孩子过来一趟 该有的道歉态度诚意 熊孩子不懂 大人也不懂吗 那保安见我态度如此坚决 也只好硬着头皮拨通了熊孩子家长电话 是王女士吧 您好 这里是物业 您将孩子把别人的车给划了 麻烦您来处理一下 虽然保安的语气已经非常好了 但电话那头却传来了不和谐的声音 把人家车给划了 怎么可能 我家小哲这么乖 你们找错人了吧 八级 电话挂了 听到对方这态度 我火气更大了 再打 打到他人过来为止 保安无奈只能再次拨打 这次电话很快接通 保安还没来得及说话 对面先嚷上了 你们物业吃饱了撑的是吧 还有完没完 说了不是我家小哲干的 不好意思王女士 物业这边有监控录像 不然的话 我们也不会冒昧的直接给您打电话 一听有视频为证 电话那头王女士的声音 这才弱了一些 但依旧一副不耐烦的语气 行了我知道了 等我一会 我带着小哲去你们物业看看 八级 电话又一次挂断 我在物业足足等了三个小时 太阳快要落山了 那母子俩才不耐烦的走了进来 你是车主是吧 看你年纪也不小了 欺负一个孩子有意思吗 不就是把你车划了一道 自己修一修不行 不能走保险吗 还至于把我们母女俩 折腾来折腾去 开的什么车啊 奔驰还是宝马 哟 一辆破国产啊 这才值几个钱 真的是穷人屁事多 面对女人 劈头盖脸的一顿疯狂输出 我整个人都麻了 原来人还能 胡搅蛮缠到这份上 就连物业的保安大哥 都有点看不下去了 王女士 话不能这么说吧 人家开什么车 跟你有什么关系 您家孩子 把人家车刮了 车主把家长喊来 谈一谈事情该怎么解决 这难道也有错 女人听到保安大哥的回对 一脸的不以为然 天 你们两个早就串通好了 唱双黄是吧 不就是想要额钱吗 说个数 女人满脸不屑 一个早已看透一切的 冷笑挂在脸上 接着从兜里操出了 二百五十块钱 她的一声 拍在了保安室的桌子上 钱给你们 多的不用找了 看你们演戏也挺辛苦 小哲乖 走 跟妈妈回家好不好 我一脸猛逼的看着她 一时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谁知那泼妇接着说道 嫌少 嫌钱少你们去报警啊 什么东西 恶心 说完后 她领着孩子 头也不回地 离开了两百五十块钱 这死女人 绝对是故意的 变着花样埋态人 我真有一种 冲上去揍她一顿的冲动 保安健壮 摇摇头说道 算了吧 碰上这种人 自认倒霉吧 这一家子人 就这得性 别看划了别人车 才赔这么点钱 可你要是一时冲动 把他们一家子给打了 他们赶住在ICU里 额你二百五十万 谁遇上这种事 也只能自认倒霉 回到家后 我越想越气 必须要给这一家人 狠狠上一课 于是第二天 我花九千万买了一辆 蓝婆基尼毒药 停在了原来的车位上 刮吧刮吧 我倒要看看你家房子 能值多少 熊孩子刮我爱车 我反手花九千万买辆 蓝婆基尼毒药等他刮 只为让他家卖房赔偿 那熊孩子果然上道 很快我手机就传来了 行车记录仪 记录下来的画面 只见那熊孩子 依旧拿着那把水果刀 将我车身划了一遍 随其他还将烂我挡风玻璃 爬到上面 拉了一坨排泄物 看着这视频 我内心一阵狂喜 这真是个大孝子 这回够你家 喝上一壶的了 随即我便带着证据 去警局报警 而那熊孩子回到家后 就把今天的状据 告诉了自家母亲 我一锤子下去 那小出生的车窗 直接就被我砸烂了 我还爬上去 拉了一坨石进去 那熊孩子说得眉飞色无 他奶奶看到宝贝 孙子这么厉害 当即笑开了话 我家小姐九死迷害 熊孩子的爸爸也开口道 小辙 爸爸问你 你确定拉了一坨石进去吗 这赌意可是他想出来的 当时收获了全家人崇拜的目光 那当然 我拉完石 还顺带撒了泡尿呢 此时熊孩子脸上 仿佛血满了 我这么厉害 你们还不快夸我 我儿子真棒 一旁的熊孩子母亲 也忍不住夸赞了起来 接着他又说道 老公 咱们光顾着高兴了 小辙刚才说那车位上的车 和之前的车不一样 不会是砸错了吧 怕什么 咱们小区车位都是个人 换了车也换不了人 再说 就算真砸错了能砸地 小辙妈想了想 这倒也是 提起那个王八蛋我就来气 咱们小辙才多大 不就划了一下他车吗 还只当跑物业告状 我看八成是穷疯了 不是额咱们二百多块钱吗 怎么吃下去的 老娘就让他怎么吐出来 小辙奶奶也接了一句 小辙爸吓了一跳 他要是打我们儿子怎么办 正当一家人 正在欢声笑语时 突然敲门声响起 熊孩子父母打开门 一看是叔叔同志都慌了 小辙妈率先问道 叔叔同志你们有事吗 我们街道有人报警 你们家孩子使用暴力手段砸坏了别人的车 致使车主蒙受巨大经济损失 现在请你还有你的爱人 范仲先生配合我们调查 熊孩子一听要抓他爸妈 当即就被吓唬 一家人也都是心头一震 但熊孩子奶奶很快就稳住了情绪说道 叔叔同志你们回不回高错了 一听这话 小辙妈也反应过来 你们肯定是搞错了 是 我承认我家小辙之前 确实把别人车给刮了一下 但我们已经和车主私下里调解了 他都拿我们钱了 凭什么还告我们 他是不是人啊 小辙妈随即摆出一副撒泼的架势 小辙爸也跟着说道 叔叔同志 这里面也许有什么误会 叔叔看着这么一家人 也是十分无语 两位 如果不是有确凿的证据 我们也不会直接上门传唤 报案人已经提供了相关视频 视频中砸车的小男孩 确实是你们孩子无疑 另外 来之前 我们也去了小区物业 物业保安配合我们做了笔录 关于豪车定损 我们也请来了专业人士 只是报案人那边 已经明确表示过 这一次不接受任何调解 要么直接赔偿车主损失 要么起诉打官司 什么 这一次连调解都不行了 小辙爸吓了一跳 而小辙妈却愣了一下 他亲耳听到 两个叔叔口口声声说了一个 豪车的字眼 一个破国产怎么可能会是豪车呢 于是他认定是叔叔同志搞错了 一脸不屑的说道 叔叔同志 你们办案之前都不调查清楚 就可以不问青红皂白 随便传唤人的吗 是 我们家小辙是把人车给砸了 和我们砸车的人 是一个开着破国产的穷屌丝 现在是豪车被砸了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你们要抓抓别人去啊 好 闹了半天 感情是虚惊一场 小辙爸一听 也有种日了狗的感觉 随即叔叔同志 从沟里掏出了一副银手镯 两位 请配合我们调查 如果你们去不配合 我们将进行强制传唤 一家人无奈只得 和叔叔同志下楼查看 一路上 小辙妈还在骂骂咧咧 你们是不是吃饱了撑的 我就不信了 他一个穷逼 能有什么样的好车 十万 还是二十万啊 总不能是宝马车吧 小辙爸 也是一脸的不以为然 那你可太高看他了 我话放正 真要是一辆宝马 我砸过卖铁 买房子卖地 全款赔他一辆新车 随即他们就来到了事故现场 只见一辆被毁的 面目全非的兰博基尼毒药 赫然停在我车位 请孩子刮花我 价值九千万的兰博基尼毒药 对方家长非但一分钱不赔 还反告我 敲诈勒索 你好你家孩子 划坏大壮先生 价值九千万的兰博基尼毒药 我司初步定损价格 为一千万元 你说什么 我们家小辙就是划了一下他的车 你们就让我们赔偿一千万 是的 你们家熊孩子砸烂了前挡风玻璃 还拉了驼屎 整个内饰全部都要更换 所以一千万只是初步估算的价格 听到要他们家赔偿一千万 小辙妈开始耍起了无赖 不 不可能 这跑车不是我们家小辙砸的 我们家小辙一直都很乖 怎么可能干这种事情 污蔑 鼠鼠同志 他在污蔑我们 小辙妈难以置信 他看着我那副淡然的面孔 突然小辙妈反应了过来 一副恶狠狠的模样 指着我大骂道 乡下人 臭屌丝 看你那一脸穷酸相 这辆车是你的吗 你也配 想要为咋污们 捞酿打死你 小辙奶奶也破口大骂 一个小泼妇 再加上一个老泼妇 真是绝了 我懒得跟着一家子人废话 直接掏出手机播放起了 提前录制好的证据视频 周围群众看到我播放视频后 也纷纷吐槽了起来 这一家人真够可以的 几千万的超跑 就这么毁在一个熊孩子的手里 他家这孩子干坏事 可不是一次两次了 我就住在他家楼下 这一家人 经常大半夜不睡觉 在房间里打篮球 上门协商了好几次 都没有作用 看到我手里的监控视频后 小辙妈吓傻了 小辙的奶奶 也感觉眼前一阵漆黑 一千万了 就算把他们家的所有房子卖了 再把车子抵押 将所有的贷款贷出来 都不可能赔得起这笔钱 想到这些 小辙奶奶突然脑海之中灵光一闪 下一秒 整个人突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嚎啕大哭了起来 小伙子 我们家小姐知道错了 我老太婆给你道歉 给你说对不起 你打人有大量 咱们都是邻居啊 一头不戒太头戒 你就看在他还是个孩子的份上 别让我们配切了行吗 见我没有搭理他 那老太婆继续说道 小伙子 让我求你了 他一个孩子懂什么啊 求你行行好 帮过我们一家行吗 我们知道错了 这件事情过后 我们一定会好好教育小姐了 被他这么一装 周围的群众也纷纷开口 为他求情 老人也不容易 都这么大岁数了 而且人家说的 也是这么个里 都一个小区住着 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小伙子 要不你就高抬贵手 饶了他们这一回吧 那个谁 小哲爸 小哲妈 你们还不带着孩子过来 给人家车主道歉 这么一搅合 原本已经觉得 人生绝望的小哲爸 小哲妈 却是眼神一亮 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小哲妈随即也跪了下来 小哲爸的比较好 面子没下跪 却也一巴掌 打在熊孩子脸上 不断地和我道歉 大壮先生 对不起 是我们教育无方 求求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回去之后 我们一定会好好教育 不会再给您添麻烦的 小哲 死孩子你哭什么哭 还不给人家道歉 那小孩子听到 老爸吼他 还一脸不顾 凭什么 明明是你们 让我 小哲爸反手 又给了那熊孩子一巴掌 直接把他打得嗷嗷大哭 这一幕倒是让更多围观的人感到同情 见小哲一家子可怜 再次开口道 小伙子 要不就这么算了吧 大家都不容易 道歉态度也挺好的 老人家身体不好 受不了这么大刺激 可别再有个三长两短的 是啊 反正你也有钱 就当作作善事了 吸嘴巴舌 就好像千百万对他们来说 不过是一碗面的钱 我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抱歉 赔偿的钱一分不能少 接着我又掏出了熊孩子 第一次划我车时 他们一家人态度的视频 这是第二次了 这小孩第一次划伤我的车时 足足量了我三个小时 家长来了以后 直接对我进行言语辱骂 那时候我的态度 也是和你们说的一样 小孩子骂 算了 可是现在呢 此话一出 刚刚劝说我和姐的邻居们 顿时牙活 见我不松口 小哲一家更是绝望 小哲妈气得浑身发抖 你 你就非要把事情做绝世吗 小哲还是个孩子啊 我们已经打过他了 你还要怎样 非逼着我们一家人去死吗 小哲奶奶也不下跪了 一张老脸阴沉的可怕 小哲爸也开口道 行了 别跪了 起来吧 给脸不要脸的东西 真以为有两个钱 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是吧 呵 不怕告诉你 老子早防着你这手呢 小哲爸一改之前 卑躬屈膝的模样 看向我的目光 带着与生俱来的优越感 就仿佛再看一个耳笔 接着他掏出手机 拨通了一个号码 喂 张律师 什么 你快到了 太好了 电话挂断 小哲爸一脸盛气凌人 等着吧 我律师马上到 想要额钱 欺负我们不懂法 呵呵 老子是不懂法 但老子认识人多 不就是小孩子 胡闹砸坏了一辆车吗 我儿子还小 哪条法律规定 小孩子做错事 要负法律责任 二十分钟后 一名身着西装 面色严肃的男子 快步朝着小哲一家走来 看见此人 小哲爸像是看见了救星一般 连忙上前激动地说道 张律师 您可终于来了 哎 你说这是弄的 熊孩子刮我爱车 我反手花九千万买辆 蓝婆基尼毒药等他刮 只为让他家卖房赔偿 张律师你好 我已经向叔叔表明过我的态度 这一次 我不接受任何的私下调节 只按照法律流程 一千万的赔偿金 一毛都不能少 大壮先生 是这样 我的委托人希望就您的豪车被损毁 一事达成何解 抱歉张律师 我再重申一遍 也是最后一遍 我不接受和解 就算是天塌下来 我也不接受和解 一千万的赔偿金 少老子一分钱都不行 然而张律师还是没有放弃 并没有理会我的话 自顾自地说道 我明白 大壮先生 我的当事人并非不愿意向您赔偿 只是 您的豪车价格实在太过昂贵 这并不是一个普通家庭所能够承受的赔偿 并且 造成这一切 还只是一个刚满五周岁的孩子 一个五岁的孩子 在法律的角度上说 并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 所以我认为 闭嘴 这一次 我没有再好生豪雨 而是直接怒斥着打断了他 你认为 张律师 我想问一句 在我们的宪法里 有没有哪一条上面写的事 张世杰大律师认为 如果没有 就不用再说太多废话了 虽然你是律师 但你并不能代表法律 我只知道 我们国家的法律明确规定了 未成年人损害他人财物 不具备赔偿能力的 应当由其监护人进行赔偿 而并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规定 未成年人做错了事 可以不受法律约束 最后 我已经不是申明 而是警告 我永远不会接受和解 如果张律师 你再继续纠缠我 我会以骚扰罪起诉你 我的一番话说完 在场众人都是鸦雀无声 你怎么这么恶毒 一定要跟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 斤斤计较 你还是个男人吗 小折的母亲看着我 又再次破口大骂起来 诺 张律师 你也看见了 明明是他们的错 可是却一直在对我进行人身攻击 说我屌丝 香巴佬 等等一些不太文雅的词汇 我希望张律师 你可以提醒一下 你的当事人一家 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 我不敢保证 不会使用法律武器 来维护自己的另一份合法权益 张律师 看着这法盲一家 也是十分头痛 他怎么也没想到 摊上这么不懂事的一家子 自己的仪式英明 怕是要毁在这一家人手里了 很快就到了开庭审理的日子 张律师还没有开口说话 小哲母亲又忍不住发作了 小畜生 你不是人 你欺负我们家小哲只有五岁 你欺负我妈一个老人家 一切都是你在搞鬼 今天我要你还我们一家人的清白 停上严禁喧哗 请被告方保持素性 现在由原告大壮优先陈述 审判原话还没说完 就被小哲奶奶给打断道 听杂子他写索 我们死守海人 应该我们写索 我家拐孙才自由五岁 怎么可能 警告被告方 在无视法庭纪日 将被请出庭审 小哲奶奶 这才一脸委屈的闭上了嘴 一旁的张律师 则是小心提醒道 不是说了吗 按照庭审指示走 你们能不能别乱说话 法官好 事情开始是本人 将名下一辆红旗 储小轿车 停在了自家的停车位上 却被韩先生五岁的儿子韩小哲 给刮花了整整一圈 由于车辆被划 因此 本人的红旗 储就被送去了修车厂 进行修理 但是因为本人的工作 需要用车 所以第二天就将本人名下的 另外一辆兰博基尼 给开了出来 结果当天 我新开出来的车 再次被韩先生五岁的儿子损毁 并且这一次 韩小哲是恶意 严重损毁我的汽车 具体的汽车损毁报告 保险公司也已经做出来了 并损失一千万元 现在 我郑重要求 韩先生韩女士 作为韩小哲的监护人 应当按照合法流程 赔偿我的损失 并公开向我道歉 小哲母亲见自家律师 一直不开口 心想再这样下去 还怎么赢呢 于是自己开始乱说一通 法官同志你听我说 这小畜生的第一辆车被划之后 他竟然又开一辆 更加豪华的豪车出来诱导我儿子 我儿子才五岁 他什么都不懂 都怪这小畜生故意诱导 所以我恳请法官同志 把这恶毒的小崽子 给抓进去采缝任机 一旁的律师实在听不下去了 好心提醒道 小哲妈 现在还没到我们发言呢 小哲妈瞅了一眼 唯唯诺诺的律师 非但不帮自己说话 还打断自己 她越看越来气 于是破口大骂 你个拿钱不办事的狗东西 老娘花这么多钱请你来 你他妈干什么了 人家在那里说的头头是道 你他妈一个屁都放不出来 要你个狗东西有什么用 法官也终于看不下去了 说道 请被告方宿静 不然就请你出去 小哲妈一听 火气更大了 我宿静你妈的宿静 你这狗东西 也就会帮着他们有钱人 欺负我们老百姓 还假惺惺的坐在上面主持公道 你肯定私底下收了他们家好处的 这场戏你们接着眼就行了 老娘不陪你们玩了 说完他就转身离开 由于小哲一家的离开 顺理成章的输掉了官司 时间一晃过了三天 小哲一家还以为 只要他们耍无赖 就可以不用赔偿了 但突然敲门声响起 一个叔叔上门说道 你好 由于你们家孩子 损坏大壮先生价值9000万的 蓝伯基尼毒药 最终定损价格为1000万元 你们拒不赔偿 我们已经将你名下 所有财产全部冻结 这套房子也即将进入法拍流程 还请你们在明日之前搬离 如不搬离 到时将由法警强制执行 还望配合 小哲一家听到这个消息 整个人都麻了 随即小哲爸爸 灵光一闪说道 叔叔同志 你们不能征收我们的房子 不然我们一家人没地方住啊 经过我们的调查 你们在老家还有一套房子 所以这不是你们的唯一住房 所以是可以被法拍的 听到这个消息 小哲爸爸彻底陷入了绝望 叔叔同志 我们要见大壮 我们要求他原谅 随即他们来到了我家门口 我刚打开门 小哲一家就跪了下来 大壮先生 我们错了 我们一家人都错了 只要你能减少赔偿的金额 你让我们一家人做什么都可以 只求你大人有大量 高抬贵手放我们一马 我们以后绝对不敢招惹你了 我看着这一家人有些无奈 我给过你们两次机会 是你们自己不知道珍惜 第一次刮花我的车后 我手里有着视频证据 没有选择起诉 你们就是给了你们一个机会 谁知道你们压根就没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还这样教育小孩 第二次 挥坏了我的车后 其实只要你们诚心来道歉 我也会考虑跟你们和解 结果呢 你们变本加厉 现在的结果 都是你们自找的 随即我便关上了房门 故事的最后小折一家的房子 以及所有财产全部被拍卖卖了八百万 他们还找亲戚朋友借了两百万 才还清了我的赔偿款 本来一个好端端的家庭 因为教子无方 最终落得个这样的下场 他们一家以后 估计再也不敢纵容 熊孩子划别人车了 真情啊 熊孩子刮花我爱车 家长借口喷漆 竟还偷换我零件 这天我刚准备出门 走到车位处就愣住了 只见一个小男孩 用刀片在我的白色雅阁 车门上乱化 整车背滑的乱七八糟 我当即一声怒吼 你在干什么呢 小男孩一看被我发现了 抹头就跑了 我强压着怒火来到了物业 就向保安说明了情况 保安听完后直接笑了 肯定是曹子昂干的 你们怎么知道 我不免有些闷闷 那小子是管饭 这半年多 已经划了十来辆车了 他家长也不管管 就让他孩子作骂 他家里有钱 他爸是开奔驰的 说是要培养他孩子的 会划天性 赔得起 在车子上画画 就是梵高都不敢这么狂言 保安也是轻车熟路 直接就给了 曹子昂父亲 曹普的电话 并说对方对于赔偿 还是比较痛快的 我虽然拿到了电话 但总觉得 哪里有点怪怪的 我随后拨通了电话 电话一接通 那边就有一个大嗓门在喊 喂 哪位 我是小区业主 你儿子把我车给划了 我刚说了一句 对方就不屑地说道 小事 我就是干气羞的 回头给你喷个漆 就行的 不是喷漆的事 你儿子这样行为是不对的 你要管一管 我儿子 怎么样关你什么事 老子赔得起 回头把你车钥匙 放物业 我找人给你 开走喷漆 说完 对方就挂了电话 态度很是不耐烦 我顿时感觉十分内闷 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奇葩的家长 不过我也没有多想 把钥匙放在了物业 心向对方 只要把我车修复好这事 也就算了 时间一晃到了第三天 我忽然接到小区保安的电话 说是我的车修好了 让我去拿 来到车位上 发现之前被划的地方 还真的被修复好了 于是我也没有多想 开着车就出门了 结果车子刚起步 车尾的排气管理 就冒着浓浓的黑烟 随即车子就熄火了 重新发动 这怎么也打不着火 我瞬间火冒三丈 特么的好端端的车子 怎么说坏就坏 难道是喷漆的时候 被做了手脚 没办法 我只好呼叫拖车 先拖去4S店检修 很快 4S店的机修师傅 就一脸凝重的问道 你这车是不是 最近在别的地方修过 是的 不过气 怎么了 有泵 话有气 传感器 电瓶都磨损 太厉害了 和这车的型号也对不上 都是劳宽雅阁上的 你是不是换了二手配件 我听完 火腾一下就上来了 我的车一直都没坏过 怎么会换二手配件 肯定是车子补气的时候 被动了手脚 草苦就是开气修店的 和它脱不开关系 随即我对着师傅说道 你们给我开个证明 我找他去 修车师傅说道 我们4S店不开这种证明 你要鉴定需要送到专业机构 而且即使你拿着鉴定报告去找 估计也没什么用 对方不一定承认 听闻此言 我拨通了草苦的电话 草苦 你还真离谱啊 给我补气 偷换我零件是吧 没想到草苦上来 就反将了我义军 我警告你 别乱说话啊 小心我告你诽谤 我是诚信精英的气修店 童走无期 你可别凭空污我清白 那我车里的零件 是自己长腿了 我在质问草苦的时候 4S店的修车师傅 就在旁边小声说 他不承认是正常的 估计还会怪到 我们4S店头上来 我不其然 草苦接着说道 那谁知道 你是不是在4S店检修的 我告诉你 世界上就4S店最黑 肯定是他们偷换的零件 以后你到我这里修车 给你打折 还不坑人 别去4S店 我信你个鬼 你个遭修车的坏得很 现在我算是想明白了 难怪他纵容儿子随意划车 就是想借着给别人补漆的机会 偷换零件大赚一笔 他喷个漆成本 可能才一两百多块钱 用旧件替换新件 保守估计能赚个几千块 还真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 回到家 我越想越气 这种人必须给他狠狠上一课 接着我便花五千万 买了一辆布加迪威龙 停在了原来的车位上 刮吧刮吧 使劲刮吧 上一个划我车的熊孩子父母 现在还在采缝纫机 我倒想看看你能坚持 熊孩子刮我爱车 我反手花五千万 买辆布加迪威龙 给他刮 只为让他家卖房赔偿 那熊孩子果然上道 当他误过我车位时 就被布加迪这炫酷的外观所吸引 随即他又掏出了那把水果刀 开始在布加迪上作画 划完之后 觉得还不过瘾 还削烂我的掌风锅里 做完一切后 熊孩子十分满意 而他还不知道自家房子 一会儿就得赔掉 而我看着手机里的监控视频 嘴角泛起一丝冷笑 既然那熊孩子这么配合 那咱们也就不客气了 随即我便来到了派出所报案 叔叔本来以为没多大的事 当听到我说是五千万的 布加迪威龙配华的时候 顿时心中一惊 小伙子 你这车这次维修 需要多少钱 由于我也无法确定 于是叫来了布加迪销售总监 销售总监看了视频后说道 四面车漆 引擎带凹陷 挡风玻璃划痕也需更换 钱还是次要的 关键您这车型 我们国内修不了 需要返厂处理 运费和杂费就要三十万起 总维修报价应该在百万以上 行 你准备安排返厂吧 等叔叔勘察完 就给我拉回店里 做一个定损报告 好的 大壮先生稍等 我这就去联系当地 我们的销售人员 当叔叔得知维修费 竟高达一百万时 内心也是一惊 随即带着我来到了熊孩子家 叔叔同志敲门后里面 传来了熊孩子的声音 你们是谁 我们是叔叔同志 请开一下门 我爸爸不让我给陌生人开门 对不起叔叔 曹子昂拒绝了叔叔的要求 叔叔无奈多通了 他父亲曹普的电话 请问你是曹普吗 曹子昂是你儿子吧 对呀 你谁呀 我是叔叔同志 现在你儿子涉嫌划毁他人车辆 请带上你儿子 和我们去分局说明情况 曹普不耐烦地说 划车 还报什么警安 多此一举 我给他喷气 不就完了吗 不行再多赔他两百块钱 多大点事 这次损毁数额重大 你最好立即和我们去分局说明情况 和受害者达成可解 否则我们可能会采取相应措施 怎么 喷气还不行 那你说多少钱吧 我现在就转给他 那你和他说 曹普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接着叔叔把手机按了免提 示意我说话 我也毫不客气地说道 你先预付一百万吧 后续维修费多退少补 啥玩意 你嘴瓢了吧 什么垃圾车 能值一百万 划个车而已 给你一千 自己去喷气去吧 我冷笑一声 不好意思 我的垃圾车是不加敌 听到一百万曹普 一个没做文摔了下来 随后颤颤巍巍的问 啥玩意 不加敌 不是那个跑车 不加敌吧 很不幸 就是那个 所以你最好尽快过来 长时间不来算你 为罪潜逃了 等会 我马上来 曹普的声音有些气急败坏 接着我和叔叔在停车场等他 大概十几分钟后 曹普一路快步走过来 一看到那损坏的 不像样子的不加敌 顿时腿就软了 等等 谁说是我儿子破坏的 你们不能瞎赖 曹普知道这次赔偿少不了 就想赖账了 他也知道这是老小区 这边停车场 角落没有监控 他就咬定不是自己儿子的锅 不好意思 你不知道现在的车 都有哨兵模式吗 接着我就调出了 车子哨兵模式拍摄的影像 上面清晰的记录 曹子昂从开始划车 倒敲烂我挡风锅里的 全部过程 曹普的脸色就有些发黑了 他抵赖不过 就说道 我去把我儿子找来 不一会儿 他就带来了哭哭啼啼的曹子昂 曹子昂脸上有个红巴掌印 看来是吃过老爸的铁掌了 都是我孩子不懂事 快给叔叔赔不试 话音刚落 曹普朝着自家好大儿脸上 又是一巴掌 曹子昂哭得更狠了 对不起叔叔 我假装性的说道 好了 别哭了 曹普一看 我有爱心泛滥的架势 心中就是一席 他以为自己的苦肉计奏效了 兴许就不用赔偿了 那么小刘啊 这么说 你原谅我儿子了 可以原谅 赔钱就行呗 也就一百万而已 我一句话 就让曹普上演了变脸神迹 笑容变成了怒龙 他看出我是在耍他 小孩子不懂事 你就不能从容一下 这曹普开始用上道德绑架了 你那么有钱 还和小孩子叫什么针啊 第一 我有钱也是合法所得 并不意味着别人 可以随便回我的车 假如你的理论成立 那么一个穷人 把你的车砸了 你也可以当作 无视发生事吗 第二 我是不和孩子叫针 孩子不懂事 但家长懂事 所以我在和你谈 一百万先拿出来 我去修车 拿不出来 不好意思 那就公事公办了 曹普一咬牙 决定割肉了 一百万太多了 干脆给你十万 我们私了 我见状笑了笑 那就算了 看实际维修金额吧 最近你会收到法院传票 注意查收 我也不想和对方废话 直接找到了律师张三 张律师来活了 这次是什么案件 熊孩子划我车 我看上了他家那套房子 熊孩子刮我爱车 我反手花五千万 买辆布加迪威龙 被他刮 只为让他家卖房赔偿 当熊孩子父亲 得知赔偿金额 高达上百万时 来到我家 一个劲的道歉 对不起 是我家孩子不对 我来向你道歉了 这上百万的赔偿金 我们实在无力偿还 您看能不能少赔点 你孩子划我车的时候 态度不是挺嚣张的吗 我告诉你 少一分钱都不行 该是多少就赔多少 兄弟 我都这样求你了 你还想怎样 我让我儿子给你跪下 草谱当即让自家儿子 当场跪下 我可受不了这大礼 也不是逢年过节 没有压岁钱给你 这熊孩子 别看现在可怜兮兮 花我车的时候 可一点不容情 我输十五万 我们和解怎么样 你也不要返场了 或者把车交给我 我给你修 我当场就被气效了 一百多万的损失 你十五万就了结 还有你是布加迪老总 是怎么地 还你给我修 被你修了 这车顿时贬值一半 除非你加价给我买下来 可是这车标价 就是五千万 全球不少富豪 甚至愿意加价一千万求够 我就一普通人 我可买不起 这等豪车 那就没得谈了 好苦一咬牙 好自己好大 而脸上就是一巴掌 要不我揍我儿子 给你出气 你就别和他一般见识了 这个曹普就开始抽自己儿子 把曹子昂打得嗷嗷叫 曹普一边打还一边说 你这还不原谅他 不原谅的话 我就一直抽 他要是被打死了 就是你的责任 你也要负责 这真是离了个大福 我这么多年 还没见过拿自己儿子 来威胁别人的 我见状赶紧说道 你不要威胁我 是你再打孩子 我劝你停手 孩子是无辜的 除非你答应十五万和解 否则我就不停 随时巴掌 呼呼地朝自家孩子脸上抽去 不过从孩子的皮肤来看 脸都没肿 我也算明白了 原来在这里玩苦肉计啊 随即我就静静地看着 这对父子表演 曹普绷不住了 就大声地喊 大家快来看 动画博主 刘大壮太冷血 见到孩子被打 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我毫不在乎地说道 你道德绑架没用 因为我根本没有道德 曹普当即傻眼了 那巴掌 还不知道该不该抽了 这时候 鼠鼠同志来到了现场 鼠鼠见状怒吼 你在干什么 为什么打孩子 曹普连孩子都打 简直是禽兽 曹普就辩解称 自己只是打儿子 和旁人无关 怎么无关 你打自己孩子也是家暴 是要采缝纫机的你知道吗 鼠鼠说着就掏出了手铐 曹普顿时慌了 赶紧说道 我刚才是演戏 没打疼 我可不想放过这个恶心男人 当即调出门口监控给鼠鼠看 你们看 这抽得多狠啊 孩子叫得多惨啊 即便打得不痛 也给孩子造成了心灵创伤 这种家暴难必须要严惩 鼠鼠当然秉公处理 这下视频证据也有了 当场就把曹普给铐上抓走 孩子也通知曹子昂母亲给保护 第二天 顾家迪工作人员就打来了电话 大壮先生你好 你车辆的定损报告出来了 车漆要重新喷涂 加上引擎盖板筋 还有更换挡风玻璃 一共是71万余元 还有返场运费加个总税费 一共34万 总共报价105万元 随即我拿着权威的鉴定报告 就让张律师拿去起诉 很快就到了开庭的日子 我方律师张三优先陈述 本次被曹子昂破坏的 顾家迪威龙 学返场维修 官方定损失105万元 张律师说完 就轮到了被告律师发言 被告律师是一个 三十多岁的中年男人 他上来阐述了一套歪理 原告之前雅阁车被划 还坚持把昂贵的布加迪跑车 停到停车位 有故意的嫌疑 曹子昂刚满十岁还不安适时 因此原告需要承担 此次损失主要责任 这番言论直接把我给整笑了 什么歪逻辑都能说出来 随后轮到我方张律师 反驳他了 被告律师不要混淆试听 原告方将自己的布加迪 停在自己的车位 合力合法 无任何不妥 反而是被告没有起到 教育未成年儿子的责任 曹子昂在短短的7个月中 他就已经在停车场 划了15辆车 保安室都有证据 审判长看着曹普 请得律师批评道 被告律师 请严肃你的发言 你这样的说辞 让我怀疑你的职业水平 这下被告律师脸上一红 他的混淆试听 战术失败了 被告律师就转变了思路 开始用上了道德绑架 诉说他们一家是多么的不容易 而我看到曹子昂被打 丝毫不予原谅 是个冷血博主 见状我给张律师使了个眼色 张律师点点头 就决定抛出重磅炸弹 另外 事情的起因 是因为雅阁车被划 后来又被更换了零件 此类事情 已有实名业主遭遇了相同事件 这绝对不是巧合 我方有理由怀疑 被告曹普指示 儿子曹子昂划车 借着开走补齐的时候 偷换车主的配件 曹普顿时面色大变 开始转移话题 他告诉律师 替他尽量减少赔偿 我方代理人曹普 目前的财产不足以支付赔偿 只能赔偿少部分 最多5万 之前还说能赔15万 现在又改成了5万 这曹普是打算当老赖了 张律师接着说道 据了解 曹普名下又本校区房产一处 奔驰车一辆 气修厂一家 不可能存在赔不起的情况 被告的车是奔驰GLB 市场价值20万左右 气修厂因为经营不善 并不赚钱 也没有利润 只有一些设备能卖几万块钱 仅剩的一套房产 还有40多万的贷款 而且他爱人和孩子也要居住 不能拍卖 否则他们一家就要露宿街头 所以恳求法官 能着情考虑赔偿事宜 我真是背弃笑了 之前保安说曹普开大奔的 结果就是个奔驰GLB 按他们的说法 曹普是个穷鬼 这怎么可能 就在庭审陷入胶着之际 鼠鼠同志突然来到庭审现场 曹普目前的财产并不是他的全部 在八个月前 他用情人胡某梅的身份证 为他购置了一套房产 虽然房子挂在女人名下 但依据法律 这处房产属于财产转移 应予以查封 用来抵扣袁告方 极为法所得的损失 此话一出 被告律师这下彻底无语了 本来不想赔钱 结果发现被转移了财产 那就由不得曹普不赔了 他不想赔 法院也会强制拍卖 曹普一屁股贪坐在地上 他知道自己完了 随即审判长随后宣布了庭审结果 经调查 袁告方展示的证据都属实 被告需赔偿刘大壮 不加敌车辆返厂维修损失 共计105万元 此金额将拍卖其名下 非法转移的房产 用来支付赔偿金 至于曹普犯诈骗罪 转移财产罪 还有家暴等刑法 将会由属属结案之后 由检察院宣判 刑审结束 曹普一下子摊坐到了地上 腿软站不起来了 他是做梦 也没想到 会是这样的结果 故事的最后 曹普的房子被拍卖赔偿了我的损失 而他因为犯诈骗罪等 恕罪并罚 最终被判了7年